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先前Steven有跟大家分享过许多Lightroom当中的一个调色技巧 当然包含了金铜色复古色调 富士底片风格色调 戏剧性电影风格色调 以及日系清新风格色调的一些修读技巧吗 那当然大家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赶紧订阅我的频道来观赏这些精彩的影片内容 今天Steven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或是在街拍当中都可以有一个很好发挥的一个质感 雾然灰色风格色调的一个修图技巧 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 赶紧进入今天精彩的一个内容吧 首先我们进入Lightroom Classic 我们第一步要看到的是射调曲线 我们这边在低光定锚带30 中低光我们回到原本的位置 中间调的部分我们也回到原本的位置 中高光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拉200左右 高光的部分我们收敛到248 那在低光跟中低光的中间 我们拉一个约莫38的一个定锚点 让低光的亮度稍微拉暗一点点 那这边在低光的定锚主要是增加雾感 OK 接着我们来到RGB的蓝色曲线 低光的地方我们拉到20左右 中低光我们定锚在原本的位置 中间调我们也是把它定锚在原本的位置 中高光我们定锚在200左右 高光的定锚我们一样是不动在原本的位置 这边的话主要是增加一些蓝调的一些色彩 我们这边结束之后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我们其实在调整修图色调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会先从基本的参数值开始下手 我们首先应该会先从色调曲线去做一个左手 拉出一个自然的一个S曲线 让一些高光或是低光的区域会比较柔和自然一点 高光也不容易爆 如果我们今天调整在参数值的话 我们可能会衍生出比较不自然的色调 暗部过暗或甚至亮部过曝 先从S曲线去做调整 后续再做一个参数值的修补 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接着我们在第二步色彩混合器 我们看到红色 我们把色相拉在-30 饱和度加20 明度我们减20 主要就是让红色稍微暗一点 饱和度稍微多一点 明度的话我们也暗一点 跟之后的蓝调的物色会比较相近 再来到橙色 我们色相不动 主要是不要去影响肤色 那再来是饱和度的部分 我们去吞一个黄色 拉到-10 让肤色比较亮白一点 接着明度我们加10 让肤色比较透亮 再来我们调到黄色 我们色相调整-20 让叶子的颜色去做一个吞色 那我们饱和度跟明度暂时先不调整 那在绿色的区块 我们色相调到-30 我们吞掉一些叶子的鲜绿 让这些吞色跟雾蓝色会比较相近 然后饱和度的部分 我们也是拉到-20 让它不要那么显绿 稍微柔和一点 明度的地方我们加10 让整体的绿稍微亮一点点 跟雾蓝色更贴合 接着我们调到蓝色 这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我们主要就是让蓝色稍微加深一点 蓝标 在色相加到20 那饱和度的区块 我们调整到-10 以及明度的部分 我们也是调整在-10 这两个饱和度跟明度调到-10 主要是可以拉出一些 莫兰迪兰的一个质感 银河雾蓝的一个效果 接着我们调整紫色 我们只要把饱和度拉到-100 以及洋红色拉到-100 因为我们整个照片里面 其实比较少 紫色以及洋红色的这个区块 我们直接做一个抽色的概念 这边结束之后 我们再回到基本的参数值调整 那色温的话稍微偏暖 我们这边把它修正到5000 让它色彩比较偏冷色掉蓝掉 我们这边的话调整起来会相对会比较自然 那曝光路的部分 我们这边调整在0.5 压暗 制造一些平滑柔和感 跟对比度 我们拉到-50 制造一些霧感 跟平滑的柔顺感 然后我们这边会先调整白色 我们加到-30 黑色的部分的话 我们加-40 把暗部拉亮一点点 那如果说大家喜欢沉重的感觉 我们可以拉到-50 接着我们再看亮部的地方 高光的地方我们做一个修正 把它拉到-60或是-50 都可以 接着阴影的区块 我们把阴影细节拉出来 加-20 基本的一个参数值就大概调完了 接着在外观的纹理 我们加-20 清晰度加-10 那我们这两个参数主要是增加线条 以及轮廓感 稍微明显一点 那去朦胧龙我们调整在-20 那大家看到去朦胧龙的区块 拉到-20 整个照片的雾感就非常的明显 增加灰蓝灰蓝的感觉 那接着我们调整在鲜艳度 鲜艳度的话我们加-30 保和度的部分我们修正一下 再-15 这边的话线艳度主要是增加彩度 那保和度的区块的话 我们是让彩度增加一些融合感 去做一个调整 接着我们到颜色分级的部分 也就是圆柄图的区块 中间调亮部阴影 那我们这边在中间调 这边强度加到-20 位置的话我们拉到-20 让整体的照片出现了一个偏蓝调的色调 那亮部的区块 我们这边去做一个增加肤色的一个补强 我们把位置拉到-50 那强度的话 拉在-20 我们这边主要就是去补强一些 人像的一个肤色 让它看起来更自然 不会整个偏蓝灰色调 接着我们到阴影的地方 我们位置一样拉在-220 那强度的话一样是拉-20 我们让整体的-低光 中高光以及高光 都是偏一个蓝色调的一个色彩 这边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杂色的减少 这边的色彩色的减少 Steven在这边的话 拉-50 明度的区块 颜色也是拉-50 让整体的照片比较干净一点 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喜欢比较颗粒感的话 这边就可以不需要去做一个更动 接着我们在效果的区块 我们也这边可以做一个晕影的呈现 这边也是试个人的喜好去做一个增减 那Steven大概加一个-20的晕影 稍微有一个暗角 营造一些神秘的气氛 以及燃掉的一个契合的感觉 最后我们到校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红颜色 绿颜色以及蓝颜色 那在蓝颜色的部分 我们去做一个整体的修正 我们这边把摄像拉到-30 让整体的感觉 不会过于死蓝死蓝的感觉 让其他的颜色还是有出来 特别是在人像的辐射表现 OK到这边的话 其实质感 雾蓝 灰色色调的一个调整 就结束大功告成 那我们把这个调控档 把它复制起来 那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 调整完的一个感觉 调整前调整后 接着下一张 我们可以看调整后的感觉 调整前调整后 整体的霧蓝灰色就很明显 调整之后的霧蓝灰色 整体很有个性 这边也是调整完 都可以营造出一些霧蓝的质感 发挥出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出来 带有一种戏剧的霧蓝 仿佛有故事性 那这边的话 更明显 增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那在风景照的部分 编辑前跟编辑后 可以看一下 带有一些个性的蓝调气氛 那这边的话在室内 也是营造出一些霧蓝的神秘质感 那这边色温要稍微调整一下 去做一些更动 那这边的话也是室内的区块 那这一张也是 贴上之后 校正了一些色偏 以及带出一些更有质感 以及更有个性的一些蓝调风格 那在人像带景这个区块 我们调整完之后 它其实也是偏一些日系的感觉出来 因此在不同的一些照片里头 我们也可以藉由质感蓝调的 霧蓝灰色去改变一些照片的整体感觉 都可以看一下调整天调整后 整体的一些个性就跑出来了 那特别在低光比较多 或是暗部的区域比较多的照片 那在质感霧蓝的一个灰色调的调控档之后 会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就出现了 有质感又有神秘感 调整前调整后 风景照的部分 调整前跟调整后 都会带有一些故事性以及神秘感 调整前 调整后 可以看一下比较值 OK 这边的话就是质感霧蓝灰色调的一个调色教学内容 经过了今天质感霧蓝灰色风格色调的教学影片之后 有没有发现霧蓝灰色风格色调 其实带有一种神秘的相片氛围 而且在不同的光域场景当中 都能够无违和感的来做一个使用 来创造出不同的一个感觉 特别是在中低光以及暗部较多的一个照片当中 更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 欢迎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那当然也可以分享给周遭的朋友喔 我是Steven 我们下次见拜拜